二战时期 为了夺得制海权 抢占战争先机 各大参战国在海上爆发了 无数次的大大小小规模的海战 尤其是各个海上要道 更是海战频繁之地 因此这些地方沉没的商船和战舰数量也十分吓人 虽然国际上未明确表明 但是事实上 一般这些沉船由谁打捞起来 基本就是该国的囊中之物 然而最近我国舶船打捞南部海域附近的沉船时 却被外界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20日报道 近段时间中国舶船在南部海域靠马来西亚附近 先后打捞了十艘英国在二战时期 沉没于海底的战舰 英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要求中方赶紧停止相关行为 并表示将展开调查 虽然这些废旧战舰每艘能获利上千万 十艘就是上亿 但是英国人大动干戈并不止为此 据了解 由于二战核爆炸 之后所建造的钢材或多或少 都有放射性同位素污染 而核爆炸之前的钢材则没有 也被称为低奔底辐射钢 低奔底辐射钢在科研医疗领域 以及航空航天传感器 领域有着特定用途 虽然如今人工也能生产 但是产量十分有限 不如直接打捞沉船耗时少成本低 所以核爆炸之前的沉船捞一艘少一艘 稀缺程度堪比稀土元素 如今 英国海军沉没于我国南部海域附近的战舰 被我国舶船打捞起来 英国人却急了 英媒称这是掠夺 要求我国立刻归还 甚至给我国舶船扣上了一个中国海盗的帽子 可事实上我们知道 说起掠夺 英国人可以说是祖宗了 曾经的大英帝国 从欧洲到亚洲到美洲的七大洲 到处都有他们的殖民地 更是以太阳永不落下的日不落帝国自居 曾经的八国联军侵华 也是英国带头 从中国古老的宫殿中抢走了数之不尽的财富 如今大部分还藏于英国博物馆 图书馆 如果此次打捞英国沉船不妥 那么英国人是否应该 先将从中国抢走的东西归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